好 进一步来看台北市府卫生局调查保龄茶市信义店 不但发现新咒食材混合放 甚至连商品的保存也不完整 标示日期用手一抹就抹掉了 另外根据进货记录显示 3月16号进货之后 3月17、18跟19号连续三天都有卖果条 直到3月23号才又在进货 但是否这三天的果条都没有存放进冰箱来保存 才会产生米酵菌酸 这些现在都还有在调查 而外副部长宣任原则表示 即便整体事件到后来真的变成了悬案 但还是可以依照调查结果来做相关的推论 保龄茶市食品中毒案件 检警调查初步有最新侦办方向 追踪发现保龄茶市信义店 在3月16号进货果条20斤后 3月17号卖出5盘 3月18号卖出1盘 19号卖出6盘 一直到3月23号才再进新货 检查人员初步怀疑 是否在17到19号这三天 果条食材使用后 未放冰箱保存而酿货 加上一名死亡个案 正是3月19号用餐 相关单位正在调查 除工料理程式 而北市府追查也发现 保龄茶市疑似新旧食材混放 内部食材的管控保存也疑似失灵 所谓的产品的一些标示 据说检查人抹了一下 那个标示的漆就掉了 看起来它的食物的保存等等 不是很完整 当下也有看到一些锅在调 它是放在室温之下的 是否新旧食材混放 导致待班厨师不知情 因此烹煮到过期需销毁食材 这部分人在调查 而就在北市府公布 财政道环境中有相关检体 由米酵菌酸阳性反应时 卫府部则认为 整体案件需要多花点时间 真相才能水落石出 导致说米酵菌酸的一个产生 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我们并没有把握 说能够直接去做这方面的证明 也不会说就悬案 什么结果都不会有 至于为何台湾人 明明也很常吃果条板条 但从未发生类似案件 中研院士某中原分析 台湾人吃果条是用水煮或蒸的 但马来西亚炒果条不会加水 会放入马来西亚特制的黑酱油 如果这炒果条又放了很久 就可能招来致病菌 当它遇到其他菌 就奋勇杀敌 产生很多米酵菌酸 可能是有油 淀粉等致病菌 适合生长环境 加上保存不当 才产生米酵菌酸吗 关键原因究竟为何 仍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来讲许许兄明 台北采访报道 对 对